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王与木郎中确有私情 可本王是他的外事 陛下 木卓华平性卑劣 不配做官 必须予以严惩 是本王对木大人一往情深 本王深知木大人的志向 所以不愿意婚约束缚鲲鲁羽翼 只要能陪在木大人身边 即便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外事 本王也甘之如矣 王爷 王爷 别动 公主 您不方便过去 穆关正 不许多想 你看看 你这狼狈的形容 真是有损我 男臣的官威啊 那王爷为何 亲自做 这等事情 这叫 李贤下世 那是谁 公主已经被陛下收为一女 也该管我们定王殿下叫一声叔叔 您这么逝去 该不会不知道什么叫必贤吧 你 对了 你们北梁是不是要输了 那定王殿下 王爷 人走了 原来是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你都是会多清醒 我喜欢这流水吗 王爷 下官一时口误 是殿下让我等文官 无需一直在原地待着 只要别到处乱跑便滚 无妨 王爷 有什么进展了吗 我记得原富江山上的伤口 就是他造成的 他的铸造工艺来自于北梁 哦 王爷意在和东夏和谈 其实是为了逼北梁出面 王爷 王爷 这是要找鹰找沟的主人 要探出个结果 哪有这么容易 王爷 那下官帮您参谋一二 你看 我南辰的蚊子 讲究四平八蚊 而北梁的蚊子 如有龙蜿蜒 那下落你眉眼 心狠如海 眼底如烟上雪 梧桐已经绕了直圈 逃跑向风轻泡这瞬间 有空脱在几番圈 这绵延 一如花园 你永远 可惜一点 好 万一千年 地图火山半路远 你又花园 翩翩胜过天上 王爷 是这样吗 一年相随 只打落尽一言 花月无边 永点陪琉璃幻处远 路途漫漫 可否岁月都成全 花月满天 地带眼前纵人诗篇 发情未完 上蝴蝶点心愿 那花成也许 还要尽水花年 我试一下王爷 听执墨说 你今日都没吃什么东西 一心背书 没什么食欲 走吧 你跟本王去吃饭吧 回头可别抱怨 本王不给你饭吃 好 能蹭上王爷的饭 下官三生有幸 我这不是起不过吗 王爷 殿下 沐浊华 你来做什么 我到 还是我请来给你治伤的 黄叔 我好得很 你看 别闹了 来吧 是 黄叔啊 大殿下 医者面前不分男女 再说了 上次下官不是帮您看过了吗 你 请 请 你一个姑娘家怎么下手那么重 那还智吗 事儿真多 他这以后怎么嫁人呢 大殿下 智商的时候 您可以少说点话 免得后费体力 你说这个椰木井 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处不长刺的 简直是个刺猬投胎 王爷 大殿下的伤口确实有复发 但是不是很严重 已经帮大殿下换好药了 行了 本宫没事 你回去吧 我跟黄叔还有钥匙商量 大殿下 那个椰木井肯定有什么小九九 您还真得要去看一下 那小人能翻出多大的了 还不是本宫的手下败将 辰儿 你